北京,中国的首席,有很多 universities 就是太爽了那一刻 就是你在台上又唱又跳 那种感觉就是 我觉得很梦幻 文物保护是一个比较高尚的职业 辛苦但是还是说热爱吧 是我们的祖先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eology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puts much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its students 有意思 肯定有意思 她是我们的祖先 隔壁的福建 还有彩画 还有那个书画 这都是修复的用 我们是纸本文物保护修复 也是有机制文物保护修复 我们主要修的是古籍和书画 古书画 对于新的话可以进行一些装表 比如说像我们墙上的这些装表的话 然后还有对于旧的古籍 或者说是书画 可以进行一个修复 起到一个接表重新拖表 能够保证文物的安全 和文物可以让它更加加固 相当于给文物一个新生的机会 首先就是基本功法 用具体 用枣子 奔枣福气棒 然后现在就是 比如现在做的就是开料 现在做的就是开料的一个步骤 然后还有一些画图 然后去做一些木构架 这些是床子 这是一个窩关灶 我们是从木造整体提取出来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又很难在实地发掘 然后我们把它搬回实验室 做一个保护之后 再开始慢慢的进室内发掘和提取 这也是真的 对 所有的都是真的 这个屋里所有的标本都是真的 然后这个是出土 这个颜色的是出土的 然后这个颜色的是那个线性标本 就是现在的这些人 他们进行一些化学什么 泡过之后 就是不会有味道 然后我就做一个对比 方便就是下一步的研究 这些打下来的就是那种石片 它上面就跟这里 它是有一个打击点在这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好的 就知道就是当时那个石片 就是怎么打下来的 就当时的人类掌握了什么样的技术 就像这些人 就像这个石片 的工作 这些人 有些人 从北京的学校 就在学习 在学习的业务中 在学习的学习 和学习的学习 这些学习 都很远 是一种学习的 在学习的学习 学习的学习 B.U.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does have its own unique charm and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tudents and parents in China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The academy is destined to br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verseas and cultivate more young people in China to become interested and work in various fields of archaeology in the fu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fema.org